大家好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其实说起移民 我想很多朋友都有一度的话 都有一堆想法 我想我们的很多移民律师们 都有很多的案例 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确实这次的美国 虽然美国移民法本身 并没有做根本的改变 因为两党没有形成共识 在我们的国家的议会 无法通过议会立法的形式 来改变我们的移民法 但是对移民法中的某些的条款 现在已经提出了很多修改 和一些大家没有太大争议的东西 国会已经开始逐渐的放行了 并不是整个的综合改革全部放行 而是某些移民法的改革 已经开始放行了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都开始达成了共识 其中一个法案就是我们谈了以久的 那就S386 这个法案话里很有意思 原来它是用一个唱票的形式 就想让他过 就说有没有反对的 就是我不管谁不会吃什么吃 有没有反对的 没反对就让他过了 他以为这个就可以过了 结果就有一个人 挺有意思的 就跳出了一个 对每一次都是有一个人跳出来 他有疑问 就他一个人有疑问 对 这个死掉了 又死掉了 对死了三次 死了三次了已经 所以有时候 当然了 这个法案能不能过 可能很多朋友 在我们的微信当中 在很多教育群里面 大家可能有很多描述 说实话 我虽然不是个法律人士 但是我都觉得可能不全面 到底这个法案 真的能伤害中国人吗 这个怎么讲 我觉得它不仅仅伤害中国 我倒是觉得 伤害整个的主义 的分配 我先生也是IT的 我先生是美国人 还不是老中的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 值得商榷 这个我首先介绍一下 它的历史 它是19年2月7号 有一个参议员 叫Mike Lee提出来的 提出来以后 他说是这样 你不是刚才我们讲的 职业移民一年14万 然后美国国家配7% 但是中国跟印度 老是把它用完了 是吧 对对对 然后中医院 它有一个版本 叫1044 这个19年7月10号 已经通过了 那大家就所有的眼光 都着重在这个参议院 把这个每个参议院 就是100个参议院 电话都打爆了 然后呢最后呢 这个我知道 华语几个组织的话 跟某个参议员的话 办公室就是 就是轰炸式的 就是联络他们 这个就是说 你一定不能拿到地的 但你知道这些参议员 要考虑考虑 我硬拉到过了 这帮人以后不投我票了 是吧 当然了 这些人很有势力的 所以他们找准什么人 他们消息很灵通 也知道应该找谁 所以第一批 第一次投票 就是Lindsay 他是反对的 Lindsay Graham 第二批投票是 David Perdue 反对的 第三批投票是 叫那个Dick Durbin 反对的 所以他们找对 他们找对人 这些人 他是对移民 就是说 这个话题 他是比较活跃 而且比较感兴趣 而且这些人的话 就是他能够说动 属于能够说动性的 这些人 所以找对对象了 那我们再讲 他这对整个 这个国家有什么影响 这个无论何 我们美国是一个 多民族国家 他在任何时候 都强调一个词 叫多元化 叫Diversity 还有一个平等 还有平等观念 你不能说某个主义 他一下占绝大多数 每个 所以以后IT行 那全是印度人 其他就是没有了 那也不行 就美国的这个 建国这个宗旨 都是要平等 每个人都有机会 所以机会给某个主义 占却 他也觉得不合理 所以这个东西 我在我看显 所以一般来讲 我的估计就是说 有可能不太会通过 因为当时后 很可怕 前一段时间 大家都认为说 好像这个游说的工作 还蛮有效果的 就是说 当然人家是游说上的通过了 当然这个很多人就觉得说 你想想这个法案 两党没有太大的分歧 大家都认为说 不就是把这个现在的 这个人数就speed up 不是不简单 不是这样的 因为你现在排队最多的 排队排得最早的是谁 不是其他国家 就是印度的 没错 印度裔的 所以很明显 你放水的放 你不是平均放水 放一个单一主义的放进来 现在存在是这样一个问题 对印度将 起码在前三年 印度将会占据了所有这个名额的绝大部分 对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实在的 不是说对任何一个主义 有什么想法 或者看法 但是我是觉得这个机会应当军队 可是毕竟他以后总的名额是放开的嘛 所以对华裔是不是也是好事 我觉得就目前来讲不一定是好事 以后也不一定是好事 因为在这个 已经在IT行 已经形成这个气氛气候了 其实当这个总裁弄什么东西的 华裔是很少的 要么白人 要么印度裔 或者其他裔的人 比较多一点 已经是对他们 起码在做manager是这帮人 基本上在那硅谷 你去看看什么样的人在做领导吧 基本上是这样 当然说到印度裔 当然我们不是批评这个族裔啊 你只是说 印度裔在这个职业移民 包括H1B 你看H1B抽签的时候 超过65% 这个有70%都是印度人 大家也觉得怎么会呢 人道全世界其他国家不申请H1B吗 有申请 但是他人口基数大 第一 那第二个呢 语言他是讲英语的 他去利用这两个优势 而且呢 他有很多 原来记得有一个杂七杂八的 那个专门搞那个 那个什么 他是这样 一个人就一个钱 他是把一个人申请几份 对对 没错 就是几家公司同时给他 DSA 对对对 这个造假的 所以他抽签了等于说 他你是比如说你可能十万分之一 他可能十万分之五 他比你大十倍啊五倍啊 对啊 十二十 对这个明显是不合理的 所以当然川普也在这个方面 也在抓也在打压这一方面的奇差行为 我还特别注意到网上 你对网上谈H1B谈的最多的 还不是美国人也不是中国人 就是印度人 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那我是希望有能耐的 有能力的人过来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要强调多元化 接下来在学校招生要多元化 一样的 因为这个国家 它本来是一个多元化国家 假设是单一民族 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为正因为是一个多元化国家 它也希望保持一个多元化的特首 这是我的对这个 这个当地的形式和法律的理解 因为确实这个S386这个法案呢 到现在迟迟没有通过 因为它选择的方式呢 是这个 就是像唱票的方式 就是说大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一次性的能够这么过 但是如果真是投票的话 如果真是投票 按多数来来来过的话 可能就能过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有一点 其实总的来讲 我觉得S386 还是放宽了 是不是这意思 就是说哪怕是放宽给了印度人 就是说印度人可能最大的受益者 好像中国人也不是受害者吧 你这个受益在人家后面 人家已经把所有的岗位都挤满了 就再过几天就没有你的位置了 他们反对水反的直接就是 当然如果他不是直接利益受害者的话 华人不会跳出来去讲 所以现在我知道几个大群 那个都在都在反那个这个什么东西 S386 S386 所以我看到很多 不过你说这一点很重要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啊 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 这就是我们总统忙了 忙过了快四年了 三年多了 这个所谓制造业回流 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啊 外移的没一个回来的 连那个苹果公司Apple 他总统只是请他转回一条生产线 都回不来 这是钱啊 钱啊 对啊 所以现在在美国的高科技 和这个高科技的这个 甚至制造业的一些位子 以后未来不一定有那么多 如果全让印尼人拿走了 这确实对其他族裔不太公平 我就在讲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要给每个族裔都有个机会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的人 都要有一定机会 这样的话呢 我是觉得这个国家 还能保持它多元化性 我觉得就是这一点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职业因为我是觉得 就是基本谈到这里 但我还要谈一个 杰出人才的事情 对 杰出人才现在 应该这么说 我们经常在群里都听到 某一位朋友说 哎呦 我一个什么人朋友 作为杰出人才已经进来了 又一个人 好像觉得 拿个世界冠军 或者拿个亚洲冠军 或者有一堆什么获奖 好像就很容易进美国 不是这样了 现在啊 我在想说 因为你这前一个时间 有一批影视界的人进来 对啊 我知道 有一大批影视界的人进来 我在说他们到美国不就要来退休吗 是 他们来有什么好杰出可不杰出的 对 他连钱都不要你美国人的 他也不领你的福利 所以大家就 当然我不是说他们不该进了 我不是的意思 就是说 美国的杰出人才原本的出发点 和在后来一段时间 索来进的人 可能有出入比较大 但是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只能留到下一次 我们再邀请华强律师 跟大家做分析 当然了 有很多朋友 你有PhD 你可以作为杰出人才的 一个最基本条件 但是现在情况 发生了很多改变 到底怎么改变 注意我们下一期节目 会邀请华律师 跟我们继续谈 杰出移民的移民问题 感谢华律师上我们节目 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